正经关不了 关不了 正经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继续我们的1001页 好 那1001页有个另外的名字 叫做天方夜谭 确实 我们看完了蔡同学 这40年来的诈骗录 真的是天方夜谭 所以我们现在 要帮全世界爱好公平正义的朋友们 像剥洋葱一样 给一片一片的剥下来 我们要来看看到底牵出来是驴是马 所以这个过程中 难免是辛苦的 难免是要等待的 身上说如果要看 如果要看见 盼望那些看不见的 就要忍耐等候 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那我相信这个忍耐等候 当然对宇宙正义学的同学来讲 会是一种煎熬 但是我要说 这种煎熬比起现在犯罪集团 那几十个人来说 他们不是煎熬 他们是折磨 所以这个煎熬对我们来讲 只是正义的来报 这个曙光什么时候呢 会照亮整个天空 那是时间的问题 但是对这些涉入犯罪的 包括台湾端跟英国端的这些人呢 我认为他们在倒数 他们自由的日子还有多少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江建祥律师 我们一直相信三个臭皮匠胜 胜过一个诸葛亮 所以呢 我是一个臭皮匠 那江律师当然不是一个臭皮匠 他是一个有专业的律师 也是一个曾经调查犯罪证据 受过完整训练的检察官 如果说李昌玉博士是神探的话 我相信江建祥律师 在第一届的事务工作 也不遑多让 那我们就从不同的观点 来拼凑事实的真相 所以就我个人来讲 我是很enjoy这个追查的过程 这个胜过于什么 某一天把记录统统摊出来 就这样 我觉得这个过程 我反而开始怀疑说 这敢是真的 那今晚我们臭丝剥茧之后 反而会让这件事情 将来在真相大白的过程当中 受到更多的检验 有更多的确据 好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 交给江建祥 江律师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再分享一下 我跟大家讲 我之所以会参与 这个彭文正教授 我的老弟的这个 论文们的这个调查程序 最主要的我一直讲 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我已经是一个半退休的人了 那虽然我专研法学 从1973年到现在 也足足的有50年了 那我城市实务工作 也将近40年了 但是呢 我为什么要进来 躺这一段混水 其实这不是一档混水 混水是那些 不想让你知道事实的人搞混的 实际上是很清楚的东西 那我参与这整个程序的目的 其实是我对台湾的一个爱 因为我曾经被要求 被邀请 能够参与所谓的台湾的陪审团制 那个促进会啊 或什么的 但是我发现 参与的人 做那些事情的人很热心 他们也很想为台湾的司法改革 付出一些力量 可是呢 他们对于美国的制度 英国的陪审团制度 有一点隔些骚痒 那我也花了很多时间 想跟他们在一起 解释给他们听 可是我跟你讲 就是说 有很多人因为他 看多了皮影戏啊 他脑袋里面那个 已经存在的那个形象 那个如果你没有 能够先抹去啊 你很难做 再装新的东西进去啊 那我参与这个论文门这个 这个节目啊 还有这整个运动的目的 也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呢 将我期待台湾的人民 对司法的认识 对政局法应该的了解 还有公平正义的理念的加强 我在这方面能够 尽一点微薄之力 利用我的 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笑话啦 或是怎么样 或者是你不喜欢我的发音 OK 那不管怎么样 你不喜欢我的意识形态 或是如何 你有进步啊 你以前有讲花音啊 今天有进步啊 所以我有上完 在脑袋里面转了一下 OK 那所以呢 基本上 我的目的是 要尽到我一个做 警察官 律师 学者的责任 能够将 台湾他目前所面临 最大的司法改革上面的问题 能够尽点绵薄之力 我跟你讲 司法改革不是只是把 法官司法官 检察官 把他 把他杀头了 再换一批人上去 没有用 司法交易没有改 那个司法制度永远不会进步 另外是 如果你人民 永远待在那个洞穴里面 永远看别人眼皮影戏给你看 那些做坏事的人 他根本不在乎 因为你们这些人 不会反抗 不会抗议 没错 不会让他难过 OK 所以他肆无忌惮 如果他一个人 他做事的时候 他要考虑到 上面有天 下面有地 中间有一大堆在监督他的 聪明有智慧的老百姓 你看他 如果继续骗人吗 他连骗的勇气都没有 我跟你讲 可是现在的执政者 不管是以前的 或是现在的都一样 他们就是怎么样 愚民政策 OK 民可使游资 不可使资资 OK 老子讲的 但是这个东西 当然有很多解释 你比他粗浅的解释 就是说 你可以只告诉老百姓 他要干什么 你可以引导他 利用他 但是你不用跟他讲太多 这是一种愚民政策 我花那么多时间 两三个礼拜 两个多礼拜 快三个礼拜 跟大家 在解释这些东西 目的在哪里 就是跟你讲 我们不赞成民可使游资 OK 民可使资资 我们在美国呢 我跟你讲 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用的智慧 OK 都是跟法庭有关的 譬如我们说 你觉得这个事情 结果会怎么样 你知道我们英文 用的成语是什么吗 The jury is out 大家讲一遍 The就是贯词 Jury就是陪审团 整个陪审团 is out 没有一个单字 就是说陪审团 已经离开法院 然后到了陪审团的 那个 集体思考的那个房间 他们在里面争辩 在吵闹 还没有达到一致的决议 那所以在外面等的法官 律师 所有的当事人都很紧张 因为The jury is out 那是什么 结局未定 未定之天 对不对 那十几个人出来的时候 会讲guilty not guilty 没有人知道 那你看我们的生活里面 其实都是跟法院的 整个程序有关系的 The jury is out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然后我们讲说 一个人经过苦难 彭平你在圣经里面讲什么 如果中文版 我很少读中文版圣经 我都是读英文的 我们在英文里面 在美国讲说 我经过一个责难 一个苦难 我们讲说 We are going through a trial 试炼 对 但是那翻译中文是试炼 对不对 实际上它就是审判 英文trial T-R-I-A-A-L 你查字典 是审判 这个人一个被告 经过审判 那是一个很强的试炼 人家说你有罪 那说你杀的人 你要坐在那边 替人家指控 然后你要有一个律师 能够协助你提供证据 然后能够得到你的清白 那是一个试炼 对不对 然后我们常讲 You have to go through the trial You are not going to go under the trial or go about the trial You don't go around the trial 意思就是说 当你遇到试炼的时候 你要走过去 OK 你不是闪避 从旁边闪过去 Go around the trial 你不是 go under 你用潜水艇的方式 从底下躲过去 或者是你要人家扶持你 你 go above the trial No When you are going through a trial You are going through it OK 你要经过那整个程序 然后你会变成一个新的人 OK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心劳其精苦 OK 痛其体肤 对不对 苦其心 那不懂 世大夫中国文老师叫什么名字 叫他有空来找我 OK 我世大夫中其实我们很可怜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家里讲的都是母语嘛 那在小学初中的时候 老师教我们母语 我们回家 我们的家长搞不清楚我们在学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读过 我们还要教我们的父母亲北京话 对不对 然后到了这个世大夫中的时候 因为那个校长是刘安瑜 就是那个山东的嘛 山东的那个以前的军官嘛 军阀 那他的弟弟 刘安琪 刘安琪的 刘安琪 不对 刘安琪是 刘安瑜是个陆京总司令嘛 还是什么 刘安瑜 那他的弟弟是刘安瑜 愚笨的瑜 安瑜 然后呢他就来当世大夫中的校长 然后那个世大夫中 他们因为都是山东的那个时候十万青年十万军嘛 但都来台湾的 从四川又带过来了 所以我们的老师全部是讲山东话的 对对对 他即使讲那个普通话 我也听不懂 OK 因为他都带了山东的枪 所以上数学课老师的话 做得有道理 上国文课我更听不懂了 我们那个老师很可爱 他就一上来 他就自己演自己的评据 他说那个山 黄山啊 那个很比斗很高啊 他就这样 叮咚 这样搞个五五六分针 我是受不了了 我的国文课我只听得懂 其他我都听不懂 很可怜啊 所以你看我们这些人 但是我们跟其他的同学在一起 他们讲话我们还习惯 因为男生讲话大舌头嘛 感觉不出来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那直到我去上大学上政大的时候 那个开学第一天 大家上去自我介绍 我眼睛怎么这么大 我想那些女的怎么讲话 都在吹口哨啊 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想 哎呦 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那你没有认识以前的我 那你鸡皮疙瘩 你可能皮都掉一层 那些人演讲比赛都是我的手下 败教 败教 三民主义统一统一中国 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意思就是跟你讲说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哎 我们要去appreciate 要去赏识 要去接受 要去感恩说我们活在一个这么多元的社会 就好像我们在美国一样 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民族 那你要跟我们打球 我们派我们的黑人兄弟上去 你们没有人打得过我们的 老实讲 我不敢跟黑人打架 你知道他们运动细胞多好 他们只要去少林市稍微练个 你要练十年啊 他练个两年出来啊 你打不过他 不用练你就赢你啊 他的那个运动细胞之好的 我的儿子啊 一心想要打NBA啊 不骗你 他在一年前还这么认为 只要我跟他稍微有一点点不太可能的脸眼神 他就不高兴了 他就会非常不高兴 但是他经过一年的这个校队训练之后 他认为 他知道有一种人叫做 蹲着都 蹲着跳都比他高 所以我们在美国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美国人他那个M字型的社会 他那个笨的人很笨 我以前住在黑人区啊 我的车子啊 常常被黑人啊 撬开 偷我的收音机要干嘛 我后来把收音机下车我就拔掉 我就自己装了火路的那个电线啊 进去我来插头再压上去 那我如果不开长途 只是剩下课 我不用收音机了 但是呢 我已经把车门打开 甚至窗户也要开 跟他讲说 你不用打破我玻璃 就直接开啊 进去看里面没有东西啊 他还是把我的玻璃打破 还是把我的锁敲坏 那个没有脑袋的人很多 但是呢 美国的非常有脑袋 非常聪明的人 我老实跟你讲 不要太骄傲 台湾人 我们是台积电怎么样 中国人我们四大发病 你跟人家比你差太远了 没错 你没有那个犹太人啊 你知道世界上 从过去五年内啊 所有的论贝人讲 大概百分之九十 都犹太人拿去的 对 在美国财政经济科学 那犹太人是之厉害的 那白人里面 那个英国总的 德国总的 那个机械能力什么 你也输他 所以我们都要互相 appreciate appreciate那个翻成中文 就是我们 欣赏 欣赏 要赏识 要去感谢 对方的那个能力啊 所以不要太骄傲 那我来参与这个活动的目的 干什么 就是希望能够 把我在国外 我已经走出了洞穴了 对不对 我不在洞穴外面喊 OK 我回来洞穴 参与大家的 这个洞穴里面的阴暗 然后跟你们讲说 墙上那是假的 OK 那个是有意识形态的 演给你们看 你们看了四五十年了 你还在搞蓝绿 你还在搞 还有什么 什么乱七八糟的意识形态 那个都是假的 OK 这是一个国家 每一个人就是 要爱他自己 那个叫做 Dignity 自尊 一个人的尊严 我们尊重的就是 人的尊严嘛 你知道我们在法庭 把被告带到法庭 陪使团进来之前 我们都把被告 先带进去法庭 然后呢 他坐在那个法 那个他的律师旁边 然后呢 我们会把他的手铐跟脚梁都放掉 我们不让陪使团看到说 这个人是被我没有手铐脚梁绑着 我们甚至都会帮他准备一套西装 OK 让他穿的那个光鲜亮丽 然后坐在那个法庭里面 让人家不会说 一看到他穿的球服 就认定他这个人一定有罪 OK 国家的司法要抢救 未来的幸福一定到 赶赶赶快快快 大家一起来 飘瘦礼会 喜经国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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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才发现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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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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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